欢迎回来日群日踪 风靡全台湾37年的爱国奖券 在第1171期的时候画下了句点 推行顺利发行量年年提高的爱国奖券 为什么会收摊呢 原来是因为台湾当时经济起飞之后 很多人看着股市一飞冲天动了歪脑筋 也希望能够在奖券里头谋取暴利 觉得爱国奖券的第一特奖不吸引人了 就私底下用爱国奖券的号码开始赌大家乐 美其的签注赌金高达了一两百亿元 很多人干脆就不上班了 整天坐在家里头发发财梦 而且还赌到了倾家荡产 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 为了钱又偷又抢 造成治安败坏 当时台湾省主席邱创焕 发现情况不对赶快喊停 现在开出来的是头奖 号码是7368106128 不要抢给我 还抢给我 还抢给我 如果没有大家的出现 搞不好现在市场到目前 应该还是爱国奖券不是乐透 什么事情啊 是这样子的爱国奖券聪明年 一月开始停售了 各位反应 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爱国奖券在民间灌烂的程度 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步 所以省政府为了避免民众精神上 精神上的损失 也避免大家的困扰 我们决定从明年元月份开始 暂停爱国奖券的发行 台湾省政府一声令下 运转37年的爱国奖券 随即喊停 来自全省各地 大约300多名爱国奖券业者 今天上午6点多钟 就在台湾银行奖券客门口集合 许多拄着拐杖 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 也都加入了抗议游行的行列 靠着贩售爱国奖券 温饱肚子的弱势团体 不惜走上街头激动抗议 纷争多时的爱国奖券存废问题 在民国76年拍板定案 确定走入历史 扼杀爱国奖券的凶手就是大家乐 就跑到庙里去看那个什么胡杀 或者看那个鸡桶出名牌 甚至人车祸 比较离谱的车祸倒下去 他要看他怎么倒的姿势 或者是打到狗塞 或是碰到小孩子 牵到小孩子 小孩子就离 狗就叫 很奇奇怪怪的现象 就这样产生了 你 在这边 有 你 你 不要走啦 我没撞到的啦 别走啦 快来啦 我没撞到的啦 阿妹 阿妹 威老鼎 你看… 你出名牌吗 阿妹 阿妹 黑黑 吹起白白 黑白 黑白 五白 五白的啦 五白 五白的 依附愛國獎券號碼開獎的大家樂 盛行於1980年 當時賭豐盛盛 但誰也想不到新奇的原因 只因為一項小小的贈品 在萬華的一家彩券行 他就先開始買了一些醬油 一些奶粉 一些衛生紙 大獎的有什麼電鍋 什麼腳踏車 這些產品放在店裡 你只要來買愛國獎券 我就給你怎樣的獎品抽獎的方式 用抽獎刺激愛國獎券購買率 店家意外嘗到甜頭 但看似聰明的方式 卻開始被用錯地方 民眾動起歪腦筋 當起組頭集資拒賭 賭客以為能用小錢博大錢一夕致富 卻反被貪心的魔鬼控制 深陷泥鬧無法自拔 甚至賭到傾家蕩產 妻離子散 爸爸 爸爸 你要去哪裡了 爸爸 對不起你 爸爸把你的錢錢都賭光了 種種的社會問題跟著衍生 政府為了遏止歪風祭出打壓政策 大家的衣服就慢慢走效果 政府的目的就是要冷卻大家的 所以他才本來一國三期改為一期 改為一期 我們愛國獎券生意不好營收少了 原本一個月開一期的愛國獎券銷售量大增 政府的經濟狀況也日漸改善 因此改成一個月開三期 沒想到大家樂如此猖獗 政府心想不開獎 或許就能讓大家樂無法可賭 因此大為減少開獎次數 但沒想到卻影響原本愛國獎券的生意 更打擊弱勢團體的生計 販售業者自救 緊急提出建議辦法 第一特獎原來是每年三百萬 現在給它增加到四百萬 這樣可以打擊大家樂的一個作用 因為本來這個愛國獎金 現在效率是比較差 你把第一特獎的獎金提高 就會產生顧客對這個購買的興趣會增加 給獎辦法修正 當時還包括沿裡取消大家樂 依附的八獎改為普獎 不過治標不具本 再加上經濟進步 愛國獎券慢慢的 已經跟不上時代的步伐 他的獎金的金額是 雖然越來越高 但是由於社會的治安的好 然後這個起步快了嘛 建設很快 你的所得也有提高 然後物質生活 物價也高了 就是當時的金額 沒有辦法滿足老百姓的需求 台灣錢贏價錢很好賺 你做任何一個行業 從鄉下來到台北 隨便做隨便賺 樂錢很多 所以說當愛國獎券 已經隨著台灣的經濟起步 那個獎金兩百萬 坦白講大家已經不看在眼裡了 從權力改善到無法可管 政府心力憔悴 決定喊停愛國獎券 輝煌的歷史在1987年12月27號走到盡頭 兩隻輝煌無憂無慮 淨呆水上 一大片翡翠綠的湖水 讓人看了心晃神怡 上頭介紹寫著 輝煌屬於水鳥類 善於飛行 但沒想到愛國獎券 卻在這一期停止飛翔走入歷史 你一定超過15左右 要畫台灣的環保 因為環保抬頭 要畫環保的這個界面 那這個 當時我畫第一張的話 就停止了 愛國獎券曾幫政府 帶來豐沛的財源 也為小老百姓編織了誘人的發財夢 最後卻因為人性的貪婪 對金錢發了狂的追求 投機取巧加上爛賭 讓獎券卸下愛國身分 終結原本賦予的任務